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周永康还在那儿 而上海和广东把政法委书记从地区常委的层面完全拿下去 这个举动影响也很大 特别是上海 包括上海警备区的政委也从常委拿下去 纪委的书记也从常委拿下去 这就削弱了整个中共独裁体制之下 这种镇压系统的 就是掌握着镇压系统的这些实权人物 都不能在地区的常委 这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真正的实在的权利 这是我们看到他一步一步走下来的 我也提到说 应该说胡文本和习近平在加快的脚步往前赶 往前赶什么呢 他想透过系统性的这种改革 实权性的这种改革 能够赶上经济衰败可能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冲击 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个概念 恰巧网上有两篇类似的文章 它揭示出大概过去的一个月左右 中共政治局的层面 主要是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有一些具体的动作和想法 在他们内部传达之后被泄露出来 我们看到的场面应该是一种希望的场面 我们只能这么说了 截止到现在是一种希望的场面 我们看到第一个消息是这么讲的 温家宝促进政改大举措施 中纪委下达秘密申报文件 文章介绍说 香港动向杂志近日曝光了一份中纪委下达的要求 各级官员申报裸官的情况的文件 被认为是温家宝促进政改的大举措施 太子党也呼应温家宝要进行改革 这个措施是非常到位直接的 如果把当官的 今天当大官的中央委员一级的 省部级的 那也就两三百人 这两三百人 如果你加上中央候补委员的话 五百来人 这五百来人 把他们家的儿子孙子家里的情况 那如实的上报中央的话 如果不上报 被中纪委抓到的话 上报了中纪委中央的层面 了解到实际情况的下 在这个背景之下 就等于把所有人的小辫子 一把手全抓在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手里 这是非常大的力度 有多少钱你报不报 除非你把钱存到你们家水塘里头 就跟曾经有的官 砸扔块大石头 把钱存里头 还得用油布包好了 油布不包好了 不就烂了吗 或者让王八吃了 你说钱让王八吃了 你不是舔了王八嘴了吗 都不值 哪招都不值 除非那个你觉得能藏住 不用申报 其他都必须申报 那这一手来的最直接 最狠 最到位 那动向杂志是这么讲的 4月27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纪委联合下达了 关于党政军 国家机关干部 必须执行旅行 遵守申报配偶亲属 在境外外国居住 学习工作 国籍等情况的通知 那该文件下传至省部军 一级党委和纪委 那这一手呢 是很厉害的 大家知道 最近国内呢 在查双重国籍的问题 我们记得 那是古开来出事之后 我们曾经有一篇 有一个节目介绍 古开来今天拿的是 新加坡的身份 他拥有香港的这个居留证 所以就古开来成了外国人了 那相信这件事情呢 成为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引子 也成为了今天 温家宝敢这么做的一个 一个非常强烈 非常合适 没有任何推辞 没有任何反 能够反驳的一个借口 因为这样的处理呢 就变成 大家想想 薄熙来 唱红打黑 老爱国了 恨不得他是爱国 他爷爷老走 对吧 但他媳妇是外国人 他让咱大家伙那么爱国 他发动的那些 甭管是什么孔夫子的 多少多少孙子了 就是孙子 反正就是孙子了 还包括什么姓什么司马的 那么个家伙 对吧 花着钱买的 还是怎么 甭管怎么弄的 这群人弄的都是一个字 爱国 对吧 促英着博大公子 这么爱国 那么爱国 国家就是他的命 但他媳妇是外国人 你怎么说 我相信 这么一碰 大家就什么话都不用说 如果能 可能的话 大家代替不说话的动作 就是满街找砖头 撤他 砸花了他算 因为没办法出气 也不值得骂了 不知道该怎么骂了 除了下家伙动手 没别的出路 因为你说这不遭人恨 什么遭人恨 这就是我提到最关键的问题 而温家宝呢 也正是在这件事情上 抓到了一个 百分之百的强有力的证据 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他如果做成了 就把今天中共高官 我就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这一个层面的人 全都抓在手里 文章规定是这么说的 在7月1号之前 必须按照文件要求 如实申报配偶 直系亲属 在境外国外居住 学习工作 国际情况 如不能按时按规定申报的话 必须说明原因 并且需获得省议级 党委纪委的核准 适合现出一级的党员干部 地厅 省部委一级的党员干部 必须获得中央书记处 和中纪委的核准 我个人的感觉 他放在7月1号之前 那是共产党的生日 如果这事 如果拿过来一看 全都看明白之后 发觉 整个中共的最高层 中央省部级以上 我们看到的家庭 比联合国还联合国 非洲他不去 当然有的小官 实在没出路的 搞俩非洲地区的外国护照 买俩外国护照 保不齐的事 但他不会去 集中在欧美地区 集中在发达地区 或者去南美地区 就像当初纳粹的人一样 那我的观点和看法呢 就是我们会发觉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会的委员们 是今天的联合国的翻版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家庭 一个家庭里头 有不同的国籍 不同的护照 老热闹 所以我说 7月1号党的生日 也就别过 因为没法过 你不知道是该吃蛋糕呢 还是该吃打卤面 中国人过生日 你得吃打卤面 外国人吃蛋糕 你混着吃呢 哪都不挨哪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中央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万岁还贴着呢 可是人呢全改了 拿什么护照都有 在哪国居住权都有 你说那还是中国共产党吗 不是啊 不是你还万什么碎 不是你还吃什么面条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而最关键的问题 是咱老百姓 要知道这事的话 你不得把那个面条 都给他煮碎了 毛泽东临死之前 最后一个生日 面条煮碎了 怎么弄也弄不起来了 中国人讲究这个 对吧 拿蛋糕不得撤他们脸啊 其实我还说那话 拿蛋糕 菜 大家张口骂都没用 北京人就只能满地下满胡同 找板砖 拿板砖 花了他 花了他 就是从后的 菜脑袋 花了他 因为他 他实在干了太缺德的事了 所以温家宝这手活来的 如果这是真的 就太绝了 文章里提到 凡是不能按照规定时间 或者没有获得核准的 没有申报的 以严重违反党纪和政绩来论处的 文件列出了一律不准 一共有五个 他包括一律不准换届中晋升调职 不准担任党政国家机关的调职 不准提名核准成为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那不准搞个人特出或者搞下不为例 等等等等 还有在本文件下达之后 被核查未能如实申报 或者非法转移财产到境外国外 以及继续掩埋的 一律与开除党局 开除公职来论处 按照伪计违法情况追究刑事责任 党中央没了 您信不 党这真的这么走 党中央没了 因为这里说的很清楚 第三条 凡是有问题的 你不去如实申报的话 你将不能被提名为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中纪委委员 人大常委的候选人 没了 100个里头 99个全都得下去 这就提出一个很难办的问题 你说他是申报呢 还是不申报 申报完了呢 家里都不是中国人 都是外国人 不申报呢 不许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所以温家宝这招高 就这么一手活 很实在 很直接 把共产党弄垮了 不信咱骑律看掌门 走着瞧 除非他不按照这五条执行 大家猜 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结果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可能 ��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